《与人的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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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晚上好 好 各位期待吗 期待 今天晚上我的感动是 我要多讲的信息是有关 我们与同工之间的关系 我们跟人的关系 尤其是在主里一家 一起服侍 在这个当中 把主的爱显明出来 这是我最关注的事情 我们敬拜赞美 听了道之后 主的国度是借着两三个人 奉他的名相聚相爱当中 显明出来的 阿们 但是这个虽然 没了 没电了 有没有电 那好 但是话虽然这么说 但是我们在教会服侍当中 有一定的难处 什么难处呢 各位主耶稣升天之前 给我们的使命是 就是你们去往普天下传福音 所以这个大使命是给我们所有的人 那么主在最后晚餐的时候 也跟门徒说你们要彼此相爱 你们彼此相爱 人就知道你是我的门徒了 阿们 各位把福音传出去 传到地级的事情 跟彼此相爱的事情 有没有相聪 有没有相聪 没有相聪 好像 应该说没有相聪 但是很奇妙的 在实际教会的运作上 这个相聪就会发生 为什么呢 你说要传福音嘛 我们继续从耶路撒冷传到地级 从内仆传到台北 继续传到全世界 需不需要快快的传 需要快快的传 那在传当中呢 很多的佩达 在当中服侍 有卑贱的事工 有很繁琐的事工都要做 那么在这个当中呢 你就发现 在传当中 这个事工的需求来的时候 有时候摩擦就会发生 同工之间有分歧就会发生 好像我们保罗跟巴拿巴的事情 他们就分歧了 对不对 因着马可分歧了 这样的事情就发生 把福音传到地级也是主教我们做的 彼此相爱也是主教我们做的 那怎么办 那实际要活化出来的时候 我们这个有罪的人 总是发现我们不完全 所以不完全的事情 一些实况 就在我们当中发生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 在这两者的连接上 我每次说圣经的话 当你发现 其实都是主的话 但是不能活出来的时候 在那方面我们都要思想 在这个地方被真理要光照 那我自己得的结论是什么呢 这是没有乡村的话 但是你一定要明白 在把福音传到地级的时候 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服侍 很多的施工 那这个施工是一个工具 跟我说施工是一个工具 施工是一个工具 那这个工具呢 是当各位一起服侍的时候呢 把主的爱显明出来 把主爱国度 爱他的子民的那个爱 显明出来 也把主放在我们当中 一起服侍的人 这两三个人 四五个人的相爱 显明出来 各位看 我的宣教团 其实每次我带着五六个人 一起过来 对不对 有时候带着不同的人 这是带着汇军传道 对不对 还有我们知名长老的家人 各位 你们看到什么 你们看到我们爱国度的心 我们知名长老 从台北 台中 高雄一直到现在 然后他就一直录制了 那没有他的录制呢 这个福音不可以这样传扬的 对不对 就像百人千人这样继续听道 那么这样听道当中呢 各位会发现 他很辛苦的 我是讲道完之后他才开工 其实他现在在做工 我讲道完之后 他还是在做工 因为我讲道完之后呢 他回去要剪接 录制 这些东西要处理 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那这个当儿呢 有时有差错的 有时在录制当中 直播当中有差错的 不是这么简单 那么他的辛苦是可能很少人看到的 还是各位看到的 这是我们爱国度的心 不吃劳苦的这样做 但是有时候呢 在做当中又出现差错 比如说台北 各位有谁看了台北的直播 有没有 有些人看了对不对 一两位 那个直播非常糟糕对不对 因为在那个地方 我不懂是网速的问题 还是软件的问题 还是什么 其实第一堂第二堂 致命长老在那边处理 一直处理 那我也没有说 你为什么这样 你找出问题啊 我们知道吗 很多人在看 好几百好几千个人在看 快点快点 我从来没有这样讲 因为我知道它的难处 有同工们都很紧张 所以我们每一次在一起宣教的时候 有很多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就发生了 那在这个当中呢 主教我们学习相爱 把自己的意念放下 得到主的心思 主的意念 有这样的服饰 这样的相爱 那我们一起这样做完之后呢 十点多时候 有些人还没有吃饭 没有关系 我们台北的夜市很多好吃的 我们过去吃一个面线 再回来再做 所以我们的宣教工作 有时候牧师讲到之前 不吃饭 他们也跟着我不吃饭 就这样做着的 你们会知道 那么有这样的相爱配搭当中 这个本身是一个见证 那这个当中呢 我们台北台中这样做之后呢 到了高雄 高雄有那个 你们这边有一个基督教今日报 对不对 基督教今日报的一个记者 就来参加我们的特会了 我不知道他怎么过来 那他就坐在当中 然后跟我一些同工连结 然后过后就问 牧师 你的这个特会 我能不能都放上这个今日报呢 我说当然可以 那他很开心了 那我每篇都可以放上去 可以 没有问题 那他不到半天 那篇信息我讲了 马上就打出来了 那他给我 我也没有办法审核 哎呀 慧君传道在 交给他 他就在房间 你们都知道嘛 他在台北台中 他就帮忙我讲一堂了 你们有时间的话去听他讲的 第一 如何成为牧者的帮助 第二 怎么牧养姐妹较多的群众 好不容易讲完了 然后呢 又有审核的工作 叫他做 所以 这样的配搭 这样的相爱当中 福音的门打开 各位 这个是最漂亮的 谁做的 谁做的 主做的 主看到圣民爱国的心 也彼此相爱的心 他带来的进展 工作 他打开的门 没有人能够关 Amen 各位了解 这是很神伪的 也借着众圣徒的相爱 做成的事情 那不是 我们要传 传了 结果呢 有些人跟不上 有些人 就是心预力不足 有些人力不从心 有些人是很快 有些人比较慢 然后这个当中呢 出现了很多小插曲 如果主看到 我教你们传福音到地基的结果 你们十二个使徒全部分了 那主说 那干脆我慢一点 干脆我停止这个事工 先教你们认识怎么相爱 才进展 对不对 所以你要知道 主在带领的 所以我给各位一个眼光 到底什么叫 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地基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必得着能力 得着智慧 得着胆量 也得着相爱的心 然后你们看 圣灵打开的门 没有人能够关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这一堂 跟下一堂 我要讲有关 我们同工之间 我们一起相爱佩达的工作 各位弟兄姐妹 你一定要知道 有一些东西是骗不了的 首先第一 假的东西骗不了 你知道一个人进来一个教会里面 他很快看这个教会 大家 弟兄好 姐妹好 就这样看了 然后之后 他融入群体 慢慢就感觉 有一些姐妹 你不知道 那个弟兄 那个姐妹 讲很多闲话的时候 他马上都知道了 这里 有时候 外表是好 里面有假的东西太多了 对不对 这个假的东西是骗不了 假情假意的东西骗不了 那还有什么东西骗不了 真的东西骗不了 真的很对彼此很诚恳 相爱的那个关系 骗不了 一个群体里面 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 脾气不一样 但是呢 都是要听从主的 然后彼此坦诚相对 爱不虚假 对不对 对弟兄要亲 对使徒讲到爱的时候 罗马书 爱 爱人不虚假 所以一个人看到这个真心的关系 那很快他被吸引啊 哎呀 在这样的社会已经找不到这样的关系了 原来在哪里找到 在教会里面找到 所以呢 各位 这个关系呢 其实是教会的主流 牧师长老 对不起 我每次讲牧师长老 对 指示 因为的确是很重要的 他们传下来的一个文化 如果 教会的主流传的那种文化是 不能犯错的文化 比如说敬拜赞美 你的鼓声打了 跑牌子 之后是一直被骂 大家还敢不敢打鼓 对不对 然后有一点 你这个走掉 这个东西看得太重 我并不是说不重要 但是你看得太重 这个是非讲得太多 在这方面 慢慢整个敬拜团虽然很专业 但是你会发现某方面有欠缺了 彼此有相爱的心欠缺了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对不对 你们会理解吗 所以我现在要讲的 从整个的牧长们传下来的 尤其是牧羊每一位的弟兄姐妹 他会知道每个人的个性能耐恩赐不一样 我自己对我的同工们 有一些我是挑战 去 牧师不可以 去 可以的 我为你祷告 去 可以的 我已经传道 台北、台中 你可以的 他说阿们 他就讲了 我圣灵恩告他 有一些不能再挑战了 再挑战完蛋了 对不对 再挑战不来教会了 不能了 那你要鼓励他 好 就做到这边 下一回 再来 给你休息一段日子再来 对不对 所以 人又不一样 植物又不一样 对不对 我每次说鲜花是每天要浇水 有一种叫仙人长的 一个月浇一次 每天浇的话会烂 因为人的生命有不一样的 有一些植物的树 比如说 果子熟了是会自动掉下来的 你们知道新加坡有这个叫榴莲吗 谁吃过榴莲 很好吃 对不对 这个树 这个熟了之后是自动掉下来 开起来 砸到地上就开了 人自动可以吃的 有一些是熟了还不掉下来 你要去特意采 要采下来不然会烂掉 有没有 人的生命也是一样 有一些是蒙恩了之后会马上传 有一些是要推动一点 给他一点鼓励 给你一点挑战 所以人不一样 阿们 但是你在做这一切里面 不是方法 这个不是讲管理的 我现在不是讲直销的 我讲的东西是爱 一个牧者真的爱群羊 他认识每个群羊 每个群羊的能耐 个性 恩赐才能 软弱点 在哪里 他全部都会掌握 都会知道的 我们这里最好的主日学老师 是怎样的 其实最好的主日学老师 是 比如说他教20个学生 每一个学生的个性性情 他都了如指掌 对不对 每个都知道 这个比较调皮的 调皮的 知道 把他放一边 或者让你休息一下 你去五分钟再回来 对不对 有些是不一样 如果一来都很乖的 今天好像有点叛逆 知道可能家里有事情 还是什么 这个对每一个学生了如指掌 所以我们做牧者 做长子的 我们在传福音 把福音带出内部 传到地底 各城各乡去 布道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认识 跟我们一起同工的人 是最重要的 这个的配搭 把主耶稣的那个爱 相爱之心带出来 福音就是这个了 阿们 我们一起看 我们使徒保罗给我的榜样 我们一起看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第二十章 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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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 十八节 十八节这里 二十章十八节 这是主题经文 我是特别留到晚上才来讲 我们使徒保罗 你们都知道 他现在望着耶路撒冷去 后来他把以弗所的众长老 都叫过来 在弥利都这个地方 跟他们会面 讲最后的话 第十八节说 他们来了 保罗就说 你们知道 你们是证人的意思 自从我到亚西亚的日子以来 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 我的生命如何 你们都知道了 他的生命是反射在他的服侍 所以他服侍主 凡是谦卑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为什么这句话先出来 因为我们今天 无论多有信心 多有恩赐 我们是罪人蒙恩 所以保罗每次说 我是罪人的罪魁 罪小的 众使徒最小的 各位明白吗 所以我是凡是谦卑 我是蒙了他的恩 才成为今天的我 然后眼中流泪 为什么眼中流泪 因为有教会的软弱 有谁软弱我不软弱 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 各位 保罗每次讲这样的话 对不对 所以眼中为主的教会 主的幸福流泪 又因犹太人的谋害 经历试炼 凡进前度日的 都要受逼迫的 第二诗节 你们也知道 凡与你们有益的 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 他非常的坦诚 或在众人面前 或在个人家里 家家户户这样探访 或者当时候的教会 都是在家里面 我都教导你们 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 证明当向神悔改 信靠我主耶稣基督 所以他是为福音的缘故 对不对 这样把福音传到地级的时候 他的生涯 服侍的生涯所遇到的实况 他就讲出来了 各位再看二十五节 继续看 他讲的话 二十五节 我述常在你们中间来往 传讲神国的道 各位很重要的是 我们服侍主的人 不是讲地上的道 神国的道 这国要扩张 就是拯救人的道 如今我晓得 你们以后都不得见我的面了 因为他要到耶路撒冷 逼迫重重 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 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 罪不在我身上 因为我传给你们的 都是全辈的福音 对不对 不是人的话 不是扣人心弦的 人的高言大字 二十七节 因为神的旨意 我并没有一样 必会不传给你们的 各位看到吗 如果一个牧者 不像你讲实话 那他不是好的牧者 当然 也有牧者没有智慧地讲 就讲出来的时候伤害人 但是我讲一句很诚实的话 我以前来台湾的时候 我有点不太习惯 尤其我跟很多教会的领袖们 讲话的时候 我都感觉 为什么台湾人 台湾人怎么讲话的时候呢 绕绕绕绕 但是那个中心 我一直在等那个中心一点 他要讲的那个东西 没有讲出来 我就很想帮他讲 我知道你要讲这个 够了 另外一个 我是比较直接一点 所以有些人 对主母是又爱又恨 对不对 恨人 因为马上就吃到人 爱的话 因为他没有浪费时间 就是这样的 所以别会不说 用爱心说诚实话 所以现在圣灵力你们做全群的监督 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 自己的生命最重要 你才能也为全群谨慎 牧羊神的教会 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 我知道 我去之后 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 不爱惜羊群 那这里说豺狼 好牧人 对不对 为羊舍命 不为羊舍命的是什么 叫做故宫 教会里面拿薪水的 很多这样的牧者 他们如果做故宫 用故宫的精神来做牧者 牧师的话 他们绝对会寻人的情面 他们不敢得罪人 所以整天绕 对不对 你们不敢讲 但是还有更危险的 就是带来错误的教导 事事而非的教导 就好像今日 很多的这些成功神学 什么一字释放 什么新使徒运动 说预言 用这些新花样 继续把人引进教会 我跟各位说 如果你用薯肉的东西 来把人引进教会 你要用更多薯肉的东西 来把人留在教会里面 你们了解这句话吗 我们就传神国的福音 基督病他钉十字架 主的子民会砸心的 他们会进来 他们很快信 信了之后 他们很稳健的成长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第三十节 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 你们起来说外谬的话 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 所以你们应当警醒 今年我三年之久 昼夜不住的流泪 劝劫你们个人 这是流泪的做的 这是流泪的做的 主牧师来台湾的时候 我这三年跟你们在一起 然后从台北走到南部 我心里面是流泪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第一基督的工作不是教会外 不是你们的政权 什么同性恋合法化 不是这个 我跟你们说 第一基督的工作 是从教会里面出来的 使徒约翰每次说 从你们中间 保罗说 从你们中间出来的 你们绝对要知道 敌基督的工作是扭曲那个真理 如果圣经讲的十样的真理 他把七样讲得很好 就三样从来不讲 有七样有关祝福 恩典 信心 有圣灵 神的大人 全部讲七样 对啊 我们信了就得着 信了就得着 信了就健康 青春 美丽 富裕 哈利路亚 主要我们得到这些 讲了七样 三样 苦难呢 管教呢 悲食之家呢 没有讲这个东西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不要信他 那种福音你继续听了之后 你的灵魂会误会的 会损坏你的灵魂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也三年这样劝你们 真的劝你 我这次来的时候 心里面有点迫切 因为我也不知道 以后还会不会到内部这个地方 因为台湾很多的地方门打开 我来这边 我也今天跟奉教牧师说 如果内部长老教会已经能够独当一面 长老们也很成熟 能够辨明真道 然后有爱 有很深切的眼光 能够看整体教会 有牧养的好 那不需要我了 因为你们应该要出去 要影响人 我的工作是要建造主的教 建立主的教会 所以还有很多很多的地方去 特别 你们就全部为这屏东祷告 祝牧师三年以来 都是有屏东的教会 现在这是第一次到高雄 其实你们另一边还有台东 花莲 宜兰这些地方 我差不多都背下来了 你们台湾的地图 以前到中国的27个省份 全部背下来 一直看 真的这样做的时候 连新疆的人都写信给我 新疆啊 西藏都有人 写的时候 我就放在祷告里面 有些地方我不能去 你们都知道我现在不能 我已经在中国政府的黑名单里面 要去都不能去了 所以在香港里面开特会 接着各位的祷告 请大家为主的国度 这样的为主的仆人祷告 然后呢 第32节 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祂的恩惠的道 各位 在这个地方请大家注意 刚才保罗说什么 保罗说我在你们当中传讲神国的道 但是32节又说 我把你们交托神恩惠的道 这恩惠的道是什么 这道能建立你们 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彼此之间圣徒相同相爱佩达当中 同得基业 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 我这两只手长供给我和同仁的虚用 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我凡是给你们做榜样 叫你们知道当怎样劳苦 付诸软弱的人 又当记念主耶稣的话说 使比受更为有福 保罗说完了这话 就跪下同众人祷告 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像 和他亲嘴 叫他们最伤心的 就是他说以后不再见我的面 那句话 于是送他上船去 各位 这一段经文 我每一次读的时候 我心里面都流泪 这是石头行传最感人的画面 阿们 各位你看了之后 你的感动是什么 我可以告诉各位 各位我看了之后 我自己知道 如果一个牧者的心 不在他的群羊 他的群羊绝对不能成长 各位你看 我们牧养主的教会的人 就是你们不是我的教会 其实那个心是在那个地方 更何况自己的教会 这是第一 第二 你看了这段经文之后 你一定要知道 一群同工如果没有一样的道 神国的道 神恩惠的道 他们之间不可能有这样的关系 不可能有这样的关系 所以今天第一堂 我是尽量 给各位多思想 我们与同工的关系 特别跟你走得很近 跟你一起服侍达鼠林的战争 各位 各位 这些关系是极其的宝贵的 这个关系第一 一定要建立在 神国的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国的道 这个道 然后三十二节 这个地方又讲 神恩惠的道 其实都是主的道 但是为什么保罗用不同的话来讲 神国的道 神国的道 这个国是怎样 继续扩张的 就保罗他继续从安提亚到亚西亚 马其都 罗马 扩张 我一直到你们当中就传神国的道 所以这个福音继续传出去 我们福音要从教会传出去 但是还有 各位千万不要忘了 在福音传出去的时候 有神恩惠的道 恩惠的道是什么 要建立你们 牧养你们 安慰你们 劝勉你们 所以这个牧养性的 你们要叫人看见神的恩惠 所以当我们把神的道送出去的时候 我们很多的施工要做 有时候要给人受洗 要传福音 家家户户 各村各乡这样去 但是千万要记得 主的道也是恩惠的道 安慰释放 保护我们众人 所以一个好的牧者 他的道里面有这一样的 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 但是有这两种的道 好像融合在一起 一传讲的时候 教弟兄姐妹出去 把神国的福音传出去 另外也勉励安慰众人 使众人得能力 阿们 各位这就是教会 必须要恢复 有这样的道 各位就会发现 我们跟同工之间的关系 这是互相互补 分不开的 我有时跟我同工人 偶尔会讲这句话 我不知道以后 我离开世界的时候 如果主还没有来 我生下来是什么 保罗只剩下一个皮衣 还有极卷那些羊皮 然后一个外衣 就剩这个东西 我说我会剩下什么 可能剩下了几间教会 几个门徒 我跟我的同工们说 起码 起码我知道 我离开世界的那个山 你们必定会哭吧 你们必定会哭吧 会去传达会不会 虽然你很爱重 但是人是有关系的 有情感的 所以你真的在乎 你最靠近的关系 你把神过得到 也神恩惠得到 常常说 用来勉励弟兄姐妹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了 愿主祝福我们众人 众同工 有这样的关系 然后第二 特别呢 真实相待 坦诚相待 很重要的话 保罗说 我在你们中间 有关神的旨意 没有一句话 必会不说 所以 这句话我们会知道 保罗是真的说诚实话的 当然 我也不是叫各位听了这句话 现在马上捉一个弟兄 弟兄我告诉你 我要跟你坦诚 我就是不喜欢你这样 不是讲这个意思 对不对 你们会知道的 我们人有软弱 刚强的时候 有时候人有成长的过程 有起伏 有些人 有时候在成长当中 有一些盲点 我的一生当中 也是有一些同工们 他们跟我说 牧师人有些东西 你做的 有时候会叫其他的弟兄姐妹 会误解还是什么 结果这些盲点 他们跟我讲 我很感谢主 但是我也对一些弟兄姐妹 我很坦诚 有一些话 我是酝酿 我在台上 一般上我讲到 是比较尖锐一点 但是我下台 我是对弟兄姐妹很温和的 爱他们缺勉的话 因为台上已经很硬了 很强了 台下是缺勉 但是有一些弟兄姐妹 我特别有感动 如果她有一些地方没有突破的话 她跟她的家庭不好 我曾经有一个姐妹 一直跟我讲她的丈夫 怎样怎样怎样 就讲很多的 我做牧师应该要怜悯她 那天我就骂了她 我说 你的丈夫不管怎样 你顺服她 你只有顺服 只有顺服 圣经这样讲 我这样讲的时候她发疯了 发疯了 岂有此理这个牧师 我现在来跟她讲 要她理解我 现在给她骂一顿 我跟她挣扎了一个小时 当天我主日讲道的时候 她一边听听听 听完之后 刚好那天我讲婚姻的信息 我讲完之后 她冲进房间哭了 她的丈夫出来了 牧师啊 我的妻子在里面 她就一直哭着 你能不能去 那天我去的时候 我就看她一直哭 我就安慰她 我说 主破碎你 是为了建立你 也是因为她爱你 所以不用讲了 她知道了 牧师坚持立场 因为有时候呢 我看夫妇的关系 这个也有错 这个也有错 那两个挣扎 挣扎到最后呢 你也对她也对 但是我祷告的结果 我觉得这个妻子要束缚她 如果她束缚了 这个丈夫的自尊心才会起来 男人有一个自尊心嘛 对不对 你不能一直踩在地上 只要踩她 那不能 如果她自尊心不起来 你又不能做头啊 对不对 因为天使的缘故 你要蒙头 又不能 那你又踩她 她怎么办 她哪里会像样 永远不能像样 所以只有你顺服她 然后她慢慢从她的软弱揪出来 成为一个坚强的弟兄 能够带领你带领家庭 最后才会好起来 所以那一天我 我一这样做之后呢 那个姐妹从那时候起 她顺服这样 然后顺服之后呢 家庭就开始起码平安了 起码平安了 孩子也慢慢好了 有一点幸福来的时候呢 他们才会知道牧师讲的是对的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有时候啊 我们做牧者的 有时候我们逃避这种很 怎么讲啊 好像会撕破脸的情况 那种情况都会 我在我的教会 没有几个人能做这样的事的 除了我 可能我的职份 跟我的恩膏 还有眼光的独到 这个东西还有我的胆量 也很重要 是主托付我爱教会的心 我对人是无愧的良心 没有说我讨厌这个人 讨厌那个人 没有 我讲的就是这个东西 你过了 你会好 你顺服了 你会好 所以我的弟兄姐妹 同工们都跟我挣扎过 挣扎 对不对 最后他们好 然后呢 这个之后 成为和的密切的同工 阿们 阿们 当然女牧师有一点难做这个东西 对不对 有一点 但是我看通交牧师是很特别的牧师 长老们也是有声量的长老 有爱生命 然后有话语的恩膏 也常常为人祷告的 可以做的 长老跟牧师都是监督的职份 可以做到的 阿们 为什么我们长老没有讲阿们呢 主就没有讲嘛 坦诚相对 然后第三 这个都是 听起来好像 对 我们主的教导 但是如果你从保罗这段 这番话 你会看见 还有一样叫我们的关系 走得越近 就是我们有一样的 什么 有一样的 仇敌 听听听见没有 有没有一样的仇敌 基督徒应该不应该有仇敌 有吗 但是那个仇敌 有吗 但是那个仇敌不是人 那个仇敌是什么 假道 假道 财狼 破坏主的教会 分裂主的教会的 尤其是那个魔鬼的道理 我对这些东西咬牙切齿 咬牙切齿 我不用再讲 我早上下午已经讲 从台北传到屏东 就讲这个东西 一字释放 这些东西 我不反对一字释放 圣经也讲一字 因他的边上我们得一字 也讲到基督释放我们 但是 你一定要分得清楚 真正的一字释放是怎么来的 不是舒缓 你到教会 关上灯 来音乐 哭一场 一字释放 各位那个是舒缓 如果你的思想没有改变 你回到家 你哭完 你回到家 你看到你的配偶 或者叫你难过 还是一样的东西 一样的情况又会出现的 所以整个的思想体系要改变过来 藉着神的道被洗净 要生根建造 生根到一个地步 你的心里面的那个误会 不信出去 对不对 从那时候那个地方 神的道掌权 你遇到什么事情 主的话会安慰你 指教你 这个就是真理的圣灵 凡是指教你 也叫你想起主的话 也是你世人不能给的平安 那时候你释放了 不是那个暂时的舒缓 这些东西 新使徒运动 教会无从执事的这些教导 教会里面有使徒 有先知 有教师 有牧师 有传福音的亲爱的弟兄姐妹 使徒的职份已经没有了 我再讲一遍 没有了 使徒是写新约圣经的 先知是写旧约圣经的 上帝给他们有绝对的主权 他们所写的就是神的话 本身有绝对的主权 如果有一个使徒在说 我是这个时代的使徒 我告诉你们 明天会有什么地震 后天会有什么 各位 这些东西听也可以 不听也可以 你不用用这个东西来得到很稀奇 你把神的话好好听 听了 这些人所讲的新使徒的东西 这些发预言的东西 其实你用长远来看对教会不好 圣经已经写完了 使徒跟先知的职份没有了 只有现在传着圣经所讲的福音 所以有传福音的 传了福音带到教会 要牧养 牧养 所以这个叫牧师 牧养之后你还要教导 不能只有牧养 牧养 就安慰 但是你还要教导 叫他认识神的话 才能强健起来 只有三重指示 没有五重指示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我绝对坚定的一个东西 我绝对坚定 新使徒运动 这些 释放医治 也教会里面的心理学 这些的 心理学的东西 心理动向 这些东西 我们大概知道是好的 但是心理学是不能解决人的问题的 因为人精神的问题是跟灵里面的问题有关系的 你的心理的问题是你每一次 你遇到一样的处境的时候 你心里面出现的那个声音 其实不是从圣灵来的 邪灵也透过你的伤害 你的受伤很多的那个东西来暗示你 你的私欲来暗示你 引诱你 然后你接受那个意念 所以这个叫心理问题 你不解决这个心理问题 有叫他侍奉侍奉侍奉 慢慢变成精神问题 他没有解决 所以他听到的意念 声音都不是从神来的 谎言来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真正的医治 灵里医治 心理医治 精神医治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医治了 其实你不需要去教会什么 哭啊 释放医治 所以我是这样 教会呢 我给教会的信息不但是拆毁 我要拆毁错的 但是要帮教会建造对的 对的 所以教会里面讲道 怎样的道 牧养 怎样的牧养 要叫弟兄姐妹们 真的得释放的那个道 要讲出来 还有彼此之间的相通相爱 来叫人得医治 这个方面呢 有一样的仇敌 但是一样的仇敌呢 你会发现也有什么 一样的 试炼 所以保罗说 你们都知道我的试炼 那信的人 你信保罗所讲的福音的 你一定有试炼的 这个地上有试炼给你们 有争战 有挑战 试炼 那么 试炼是不用讲的 这个世界的王是撒旦 所以我顺便讲 世界的王是撒旦 所以属灵的仇敌一定有 属灵的仇敌 所以他是看不见的 但是呢 从他很实际的做工里面 你们会看到政权 对不对 然后呢 经济 这些东西好像没有问题 但是你会发现 这些东西呢 他们是带来世界的平安 他们要的是世界的平安 世界的道德 世界的道德 所以世界的道德是什么 要体贴人的 人的 所以一定是高居人权的 一定是高居人本的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比如说同性恋的事情 同性恋的事情 请弟兄姐妹 你们这个政权啊 这些一定会接受的 有票数嘛 堕胎 婚外情 这些东西呢 对世界的人来讲 这是女人的权利 男人的权利 这些事慢慢都被接受 但是对我们认识神的话 我们知道 这是罪来的 对不对 然后 敌基督的工作 一定有一天起来 我们要得世界平安 世界平安 所以 什么宗教都好 都是要合一 都是要相爱 都是 所以台湾很多的教会的信息 你听不出 宝血的味道 你听不出十字架的味道 因为都是在讲道德 但是分不出 是神的道德 还是人的道德 分不出是人的相爱 是神的相爱 分不出很多东西 好像讲人权里面 好像没有神权 都是人在做 人要做 神的工作在哪里 分不出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都是很潜在的势力 潜在的黑暗势力 侵入教会 叫教会的圣洁被玷污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我们一起 要受的撕裂奶的 在这个当中 我们还是传 唯独基督 唯独圣经 对不对 阿们 这是我们的信息 所以各位要起来 穿这个福音 祝福你们 然后呢 还有什么 弟兄姐妹 叫我们一起同德基也 这个观念 我也给大家有一个认识 教会有时候司工多的时候 绝对绝对不是 把司工丢给你 你做 丢给你 你为教会服务 好像变成这个样子 人一直做很辛苦 对不对 不是单单这样做而已 当我自己 你们可以参考 我自己在牧养教会的时候 很多时候 我给这个姐妹 比如说做主日学施工 我知道她在儿童的教导上 有恩惠 我也在那个地方装备她 然后叫她 将来她见到主的时候 这个是她的赏赐 她的观念 基业观 你们了解吗 以色列人进迦南 他们争战 争战为了什么 进迦南的时候有他们的分地 我们在地上有争战 有我们 对不对 有一些弟兄姐妹是敬拜赞美的 在那个地方非常有恩赐的 他们有负担 在那个地方培养她 然后叫他们服侍 这个当中继续有更新 有创意的 那个地方从主得着恩高来做 这个就是你们的基业 有些是做传道人的 有些是各方面的施工 对不对 有些是录制的 你看我们知名长老 他是在网络的施工 很快很快这样做起来 到一个地步 其实我每次跟她说 她的粤语讲得不错 你们这里有讲粤语的吗 没有 我叫她 以后我们的美瑞与玛利利 叫她一个礼拜一次用粤语来讲 她说挑战很大 这个东西 当然挑战很大 现在等她的时间表 对不对 我们汇军团道是哪方面 我都知道这个年轻人 他们都一直在带领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基业 不是把你当作一个工具 这样用完就是为教会服务 其实当然我们爱主的人做什么都愿意 我们做什么都愿意 的确 我们教导的人 教会有时候肮脏了什么 我们弟兄姐妹走了 我们也打扫啊 什么都做的 厕所也打扫的 但是总是有一个基业观 不一样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同德基业 然后最后呢 我们在这个第五呢 认识彼此的角度 这个方面也很重要 角度 各位你们明白什么叫角度吗 我发现教会啊 很多时候教导知识 但是没有教导角度 你懂得从不同的角度看事情的时候 这个才叫做智慧 比如说 我们新加坡教会不久前建堂 每个人从不同角度看 有些人觉得讲台要做得好 有些人觉得主日学房间要够大 有些人觉得这个正堂要够宽 有些人有很多很多 有些人灯光觉得这种 有些人音响 比如说我们志宏长老师 这个方面一定耳朵很灵 从音响要看 所以这个是每一个人从不同角度 但是呢 经济是有限的 地方的宽大是有限的 所以你会发现 你不能每一个人要的都得的 一定要有取舍 所以施工是这样的 施工 每个人做不同的施工 就是主日学施工 勒灵施工 什么你们叫松年施工 还是什么 每个人有不同角度看 那你说 那他的角度跟我的角度都对啊 我们都是为了爱教会 但是呢 在有限的资源 有限的同工就会出现问题 所以这个很成熟的同工是 他必须有他的角度 因为比如说 如果没有人为松年施工来讲话的话 那个松年施工 什么都是最赤等的给他们 对不对 那不能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人代表他的施工 但是呢 在一起商讨的时候呢 有更全面的眼光 通常牧长们一定有更全面的眼光来看一切 然后决定 那这才是一个很成熟的教会 这个方面呢 真的需要很多的磨合 很多的挣扎 之后才能达成的 但是这也就是同工之间的相爱 所带来的 那么刚才 因为时间关系 我这边快快讲 刚才我说过 领袖们 就是教会的主流 牧师长老知识 很重要是设下的榜样 榜样很重要 保罗说 我在你们当中是怎么为人 我留给你们的榜样 第一 我以自己谨慎 所以如果我们做领袖的 在道上不相同 教会很难达成这样的关系 为自己谨慎 才能为全阳谨慎 我教会呢 有一个同工每次来的 就是一对夫妇 你们知道的 上了一回 每次来的 他们是大教会来的 新加坡那个平约社恩典福音的教会 总是讲恩典 讲圣灵 讲能力 讲得到恩典之后 就是青春 美丽 健康 这些十字架不讲 神的管教不讲 苦难不讲 从来不讲 这个教会 自从康熙牧师的教会 你们都知道康熙牧师的问题 康熙教会出现问题之后 康熙进了监狱之后 他的教会因这个东西 康熙教会有三万个人 因他的事件已经变成一万五个人 这一万五个人跑到恩典福音 平约社的教会 所以这个教会 马上成为新加坡最大的教会 他们一聚会的时候 是这样的 他的牧师 这个平约社 他一讲道的时候 全部来 他一出外 全部不来 所以到什么地步 因为人少 所以他讲道 如果他不在的时候 放他的录影片 所以大家看录影片 这样聚会的 所以大家都很崇拜他的 他从那个教会来的时候 其实在那个教会他们也受过伤 他们来的时候 我给他们空间 对不对 但是我们是小教会 但是我给他空间 以前这个姐妹 她是很热心 这样在这个教会服侍 她买了平约社的卡带 CD这些 十年在那个教会 花了两万块新币 两万块新币是什么 台币 乘二十的话 四百万 四十万对不对 四十万 单单十年里面 买卡带 买CD 所以他到我们的教会 我给他时间 我从来没有对方言 对很多守圣餐 平约社是很相信的 你有什么病 在家守圣餐 得释放 就三年在我们当中 他看到我怎么对他们 把那个很真诚的爱 很不妥协的真理讲的时候 后来他成为了我们当中的很重要的同工 每次教会里面有新人来 他就牧养 最近几个月前他说 他身上有一些病 有长一些瘤 但是是良性的 但是他心里很平安 他说主牧师如果是以前的我 我就整天在家 敬拜赞美 讲方言 守圣餐 然后宣告我已经得医治了 他说以前在平约社教会 就是学这些东西 现在我是查验主的美意 然后靠着主给我的恩典 有一步一步这样做 在病痛当中 有时候也服侍中人 也探望病人 我非常喜乐 因为我讲的主要同工 主要同工不是一般的弟兄姐妹 你要成为主要同工 你怎么能够 牧师就唯独真理 然后另外一个 我也接受方言 我也接受四方一字 我也接受真理 不可以这样的 真正的关系是不能这样的 主流关系在道一定要合一 你们了解吗 你碰了很多了 你一定要有一个主要的观点 我们的关系不是因施工在一起的 我们是信一样的上帝 一样的道合一 所以为自己要谨慎 为自己谨慎 然后给彼此时间 所以保罗是三年 对不对 三年之久 一直警告他们 给他们时间 也人得医治需要时间 我们不能 尤其是思想的东西 不能太快 也有教人 但是这个方面一定很重要 然后第三 不贪 我在你们当中 没有贪过任何人的金 银 财宝还是什么 没有贪过 我这双手就是赚取我用的 因为我们做领袖的 我们有什么都分 我顺便也说 教会 弟兄姐妹下面 有时候去什么传销 这些 可以 他们我们不能 不是说可以 我们不能 不能抓他来指责 我教会也有一些 但是他们不敢跟牧师讲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也静静不说 但是他们有时候在私下 有时问弟兄 你要不要买 姐妹你要不要买 这个产品 很好很好 对不对 有时候他们信心软弱的时候 我跟同工们说不要 就是对他们怎样 我让他们 但是不是我赞同 但是做领袖的 绝对这个地方分别 我们绝对 如果你做领袖的 你把这种东西一带进教会了 某某知识 某某长老爷这样做的话 下面全部乱到完 所以我们绝对不贪这个东西 对不对 我每次跟我教会弟兄姐妹 如果你们去了什么MLM 传销的东西 你觉得那个东西好吃的好 欢迎你们免费送给彼此 你们了解这句话吗 你们免费送给彼此的 没有问题 对不对 所以这是保罗设下的榜样 然后第四 最后 多施舍 施比寿更为有福 所以有时候时间要给 恩赐要用 施比寿更为有福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为什么呢 因为教会的圣工是羡慕而做的 所以羡慕三个 为什么羡慕呢 因为你是从主的恩所得的 主的恩 今天下午我说什么 主的恩使我比众使徒格外的劳苦 对不对 所以最后主的道还是回到恩典 你们了解吗 因为是主的恩感动我的 所以我愿意付出 感谢赞美主 你看 从恩典开始 恩典结束 有没有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我在使徒行传的时候 看见的 我们与众弟兄姐妹 众同工应当有的关系 这个关系 愿主 使祂能够降临在你们当中 彼此的福事中 阿们